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愿我们人生的每一次遇见都要如初见 哈喽晚上好 欢迎收听读者 我是主播如初 那今天和你分享来自十点妹的文章 这八个细节告诉你 身边的人 谁最靠谱 有人问古神巴菲特 您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很多人都觉得答案会是聪明 高情商 会说话 能力强等 没想到巴菲特却意味深长地说 靠谱是比聪明更重要的品质 仔细想想确实是这样 老板审核员工 女生找对象 自己找人办事 一般都要在心里问一句 这个人靠不靠谱 靠谱这个词几乎成为我们衡量对方 是否可以信任的第一标准 那么靠谱的人在日常生活中 都有哪些表现呢 这八个细节告诉你 身边的人 谁最靠谱 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中 是否经常会遇到不喜欢回复信息的人 你通知工作 他迟迟不回复 导致你不知道任务是否传达成功 你找对方 咨询一个事情 他仿佛没看见你的信息 但下次他有求于你 就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般 又来找你帮忙 你找对方聊天 他很久不回复你 转身却看见 他发了一条朋友圈 与其他人聊得正嗨 这一类总是不回信息的人 最容易被列入不靠谱的行列 因为不回复信息 不仅不尊重人 更是一种没有责任心的表现 同事和领导不喜欢 与这样的人合作 工作容易出错 而且效率低 朋友之间也不太想与之交往 因为感受不到被真心对待 收到请回复 看似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也从细节之处 体现一个人是否靠谱 一个会认真回复他人信息的人 一定是一个有责任心 有礼貌 很靠谱的人 曾经看到一个讨论话题 那些爱占小便宜的人 都有哪些行为 话题下 很多人说了身边遇到的奇葩人和奇葩事 我公司一同事 每次出去吃饭 都找别人借钱或者颠覆 却从来都没有还过 慢慢地 我们再也不愿意跟他一起吃饭 我们宿舍有一姑娘 特别爱占小便宜 每天要化妆 但自己从来都不买 每次都是蹭舍友的 作家蔡冲曾说过一句话 早先拿去的 回头还要加倍偿付 佛教里叫因果循环 统计学叫君子回归 古事叫盈亏同源 将胡数语教迟早要还的 爱占小便宜的人 确实一时之间 获得了一些小利益和实惠 但最后可能因而失去了 做人的诚信与尊严 时间长了 就没有人再愿意跟他交往了 真正靠谱的人 永远不会为了一些 迎头小利 积极应应 更不会处处开油算计 他们眼里有星辰 胸中有大海 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 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 与人交往的过程中 最忌讳的一点 就是背后说人坏话 有这样一句话 如果你把秘密告诉了疯 就别怪疯 把它告诉整个森林 同样 如果你在背后说人坏话 很有可能就会传回 当事人的耳中 经过两次三次加工 传回到他耳里的 可能早已不是你的原意 极容易产生误会 他甚至可能从此与你为敌 经常在背后议论别人的人 身边的人也会担心 你会不会一转身 就把他的事情四处宣扬开了 闲谈莫论是非 静坐长思己过 真正聪明的靠谱的人 从不随意谈论别人的八卦 更不会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 而是抬头仰望星空 低头 暗自努力 不管是问身边的人 还是搜索知乎问答 问及什么样的人最靠谱 一定是守时守诺的人 约好几点钟见面 就别拖拖拉拉迟到 让别人等 答应哪一天完成某项工作 不管期间遇到了什么特殊情况 都不应该拖延 即使是通宵赶工 也要在约定时间内完成 不守时的人 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时间 更耽误了别人的时间和事情的进展 会让人感觉你对这件事的不重视 缺乏契约意识 随之把你列入不靠谱的行列 做承诺之前 一定要考虑清楚 是否能给出承诺 若不能 坦诚地解释原因 然后优雅地拒绝 如果答应了 无论过程有多困难 即便是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 也一定要兑现 小孩子都知道 答应的事情要拉勾勾去遵守 作为一个靠谱的成年人 更是要说到做到 孔子说 君子欲懦于言 而敏于行 意思就是 靠谱的人说话谨慎 行动敏捷 再换句话说 就是嘴上不吹嘘 踏实做好自己的事情 靠谱的人低调 诚恳 从来不会吹嘘自己有多厉害 在他们看来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不会夸大自己的才能 脚踏实地地 诚诚恳恳地 做好自己的事情 而喜好吹嘘的人 刚开始接触时 可能容易让人觉得 他无所不能 对他有所好感 但几番接触下来 尤其是遇到 实实在在的问题时 他的行为 或者做事的效果 与他之前夸下的海口 严重偏离 踏踏实实做人 实实在在做事 有多大的能力 说多大的事 这样的人 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情绪稳定 不仅是一种高级的情商 更是一种靠谱的能力 在心理学家看来 人在愤怒的时候 容易出现意识狭窄现象 会死盯着负面信息不放 无限放大 这也就意味着 当一个人的情绪不稳定时 就像一个负能量源 会给身边的人 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 比如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 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会习惯性搭了着一张脸 甚至迁怒身边的人 搞得身边的人 不敢正常交流 还有些人 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满脑子想着不开心的事情 工作很难集中精力 不仅耽误自己 也影响整个团队的进程 每个人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但靠谱的人 不会放任自己沉溺在 或悲或怒的情绪里 而是会自己想办法消化负能量 以一种积极饱满向上的态度 对待工作 面对身边的人 一个整日满面愁容的人 一个阳光温暖 笑不离口的人 一定是后者的人员更好 我们部门曾经来了一位实习生 挺聪明的一位小姑娘 但却总喜欢推诿责任 因为刚进公司 对业务不是很熟练 所以常常犯些小错误 同事们发现了便会指出 不曾想小姑娘气性挺大 非但不愿意承认 还把锅甩给另一位实习生 这位实习生的结果 想必大家也猜得到了 被公司给辞退了 金无足斥 谁都免不了会犯错 但靠谱的人 会第一时间承认自己的错误 并努力寻求解决方案 而不是遮遮掩掩 甚至甩锅给别人 真正内心勇敢的人 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错了就是错了 大大方方承认 从中吸取教训 并保证下一次不再犯就好了 越是遮遮掩掩 甚至把责任 推托到其他人的身上 是一种非常没品的 不靠谱的行为 如果说守时重诺 少说多做 不占便宜 情绪稳定 是一个靠谱的人的软实力 那么能够处理一定复杂的事物 则是靠谱之人的硬核所在 否则即便你态度再诚恳 姿态再谦逊 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的话 也没有人认为 你是个靠谱的人 作为一个靠谱的成年人 不可能永远躲在父母的羽翼之下 当困难来临的时候 要有足够的底气和能力 对家人说 别担心 有我呢 公司不养闲人 愿意支付薪水 是希望你能给公司带来收益 你有一定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 公司才会信任你 才会愿意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你 与他人搭配合作的时候 也不会因为能力太差 而拖累同事 耽误工作 靠谱的人 有能力 有担当 不拖别人的后腿 能完美地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与之相交 省心又省力 经历的越多 越发现 靠谱是对一个人 最高级的评价 好了 那今晚的分享就这样吧 这里是读者 我是若初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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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一天一天守候 梦中伸出双手 迎着那暖暖春风 吹散了忧愁 吹来了久违的温柔 当一个人流浪了太久 当一个人流浪了太久 我为你撑起万里轻空 我猛然挥手只为这一次重逢 幸福不再懵懂 别再偷偷叹息了 似曾相识的温热 就像春意暖暖 暖暖的围绕着 看过了一片两片三片 雪花落下屋檐都不见 听过了一句两句三句 反反复复摸眼眼泪堆现 我还在一天一天守候 梦中伸出双手 迎着那暖暖春风 吹散了忧愁 吹来了久违的温柔 经过了一片两片三片 人情冷冷多少个冬天 尝过了一片两片三片 小湖中带泪苦涩的甜 有谁尝过千百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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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成美景奈何天 可你总会遇见 下一个温暖的春天 可望你总会遇见 下一个温暖的春天 有谁尝过千百遍